这是一个百分百真实的抓鬼视频 源自印度的猎奇频道 Guru G 因为原片太长 我在此做了剧情改编 所以真实性就只剩下99%了 最近好多人都看到了这个食人魔 他总是在深夜才出现 眼里放出的绿光 就好像黑夜里的萤火虫田地里的金龟子 格外的深人 据村里的老人讲 很久以前 那块土地就曾经发生过可怕的事情 所以一直没人去那带房子 老一辈的村民连种地都不会选择在那附近 后面时间久了 村里一个不信邪的年轻人把房子盖在了那里 可没过多久 年轻人一家就全部失踪了 有人问那房子前面像石墨一样的东西是干嘛用的 老人说 他也不知道 从他记事起那块石头就在那里了 据说是件法器 后来英国殖民时期被挪动了位置 这大概就是食人魔出现的原因了吧 肥龙兽虎一听可来了近 他们可是会英文的 老人讲食人魔的时候说的是man eat 这个单词除了解释为食人魔 在现代英语中则是扎女的意思 难道所谓的食人魔是女的吗 他俩立马带上了摄影师小咖喱 来到了出现食人魔的房子 眼前这个石墨一样的东西就矗立在房子的正西方 还没等他得大家好好介绍这块石头 小咖喱就看到了二楼的窗子上 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 那大概就是食人魔了吧 只听到那东西在二楼嚎叫着 他们见这个食人魔的叫声 好像是在打嗝 应该是已经吃饱了 于是三人决定上去看一下 他到底是男是女 说着就绕到了屋后的楼梯 冲了上去 可是进到屋子才发现 这里面除了墙上乱七八糟的涂鸦 什么都没有 这没道理啊 食人魔刚才所在的地方 明明就是这间阁楼的马 就在他们四处寻找线索时 铁门突然匡汤一声给关上 肥龙兽虎费了九龙二虎之力 才把门给打开 可出到这外面也是空无一人 这门又是谁关上的呢 他们估摸着 这个楼不就这么点大吗 今天哥仨就不信了还找不着你 于是哥几个开始地毯 是搜索整个旧楼 从屋顶到底楼的每个房间 他们可谓是搜了个遍 除了这间屋子 被上了锁进不去 不过这并不影响 既然锁住了 食人魔也躲不进去 就当他们站在楼下讨论其中 有什么蹊跷的时候 食人魔又出现在了阁楼里 还不停地拍打着窗户 他们吸取了上次的经验 为了防止食人魔玩躲猫猫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冲上了阁楼 还是什么也没有 这把肥龙兽虎两兄弟给整糊涂了 他们拿起手电光向下照去 此时食人魔居然出现在了石墨的后面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瞬移吗 还是一种未知的神秘力量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肥龙兽虎商量了一下 决定回去搬救兵 不是拍有视频你可能不会相信 肥龙兽虎他们所看到的食人魔 不仅长相甚人 似乎还会乾坤大挪移 他们之前明明看见 这东西站在阁楼里 可每次他们冲上阁楼的时候 食人魔就会消失不见 用手电光照下去才知道 食人魔居然出现在了他们之前站立的位置 很多观众留言说 肥龙兽虎他们为什么不留一个人在下面 另外的人上去找呢 你们说的对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去了 就是这样做的 这天肥龙兽虎叫上了在省城上大学的表弟 一起来找食人魔 表弟和摄像师小咖喱守在楼下的石墨边上 肥龙兽虎两人则上去找食人魔 两个地方都站了人 看这食人魔怎么办 视频中肥龙兽虎剑步就冲上阁楼 就在这个时候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肥龙兽虎站在阁楼里问表弟 食人魔去哪了 表弟在下面急得大喊 你们瞎吗 食人魔就和你们站在一起 可肥龙兽虎两人既看不见 也摸不着 事后他们把视频传到了网上 吃瓜的群众议论纷纷 有的人见食人魔虽然长得吓人 但是并不吃人 于是一些胆大的晚上也找到了这里 就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第一个文讯赶过来的是镇上的小学老师 他觉得食人魔这整件事完全就是扯淡 当晚他也带了个摄影师 找到了这所房子 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在摄像头面前 讲解着事件的来龙去脉 声称 要是真有食人魔 他就生吃食人魔 可食人魔一出现 他就一脸惊恐地逃跑了 我看到第一集里有人留言说 为什么不拿石头砸他 这个还真有 也有人说 为什么不带上武器去干他 这种人也有 见大家这样瞎搞下去 也搞不出个所以然 肥龙兽虎 于是众筹了两千元 在当地请了一位大师 来对付食人魔 当天晚上 在两人的带领下 大师来到了这栋楼的面前 只见大师从容自若 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 你们注意看他藏在背后的手 好像还抓着一个什么法宝不是吗 午夜过后 食人魔果然又出来了 只见大师走上前去 冲着那东西喊了几句 见他不动于衷 大师抬手就把法宝扔了上去 大师果然是大师 这法宝一扔上去 食人魔就从窗子里消失了 可过了几分钟 肥龙兽虎又看到食人魔出现在了屋顶上 大师说 食人魔已经被自己的法宝打伤了 所以躺在屋顶上都站不起来了 你们放心 他肯定活不过今晚 事情又过了几天 又有几个人好奇来找食人魔 可结果 其中的一人被食人魔给咬伤了 肥龙兽虎一听说这事 心里觉得奇怪 食人魔不是被大师制服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来咬人呢 当他们再次来到阁楼的时候 才发现 上次那个大师扔上来的法宝 居然是个水果 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自从在树林里的旧屋 发现了一只食人魔 到此猎奇拍摄的人就络绎不绝 其间还有人被咬伤 肥龙兽虎甚至还花钱请了一名法师 结果发现是个骗子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还得从一个生日party开始说起 这天 一个亲眼见过食人魔的男子 正在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 他们发现 树下坐着一位苦行僧 就分了一块蛋糕给他吃 期间男子向苦行僧 说起了食人魔的事 问他会不会驱魔 苦行僧回答 他不会 但是如果能再分些蛋糕给他吃 他就告诉他们 哪里可以找到驱魔人 他们于是又喂了一口蛋糕 给苦行僧 苦行僧说道 在横河边上 住着两位婆罗门高僧 他们专修驱魔除妖之术 可化解此事 但是收费有点高 一听到收费 男子就不开心了 于是把这消息转告给了肥龙寿虎 这次 肥龙寿虎两兄弟又重筹了八千块 外加来回火车票 请来了两位婆罗门大师 为什么是婆罗门 而不是六善门大师呢 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人的种姓说的简单点 就好比我们名字里的姓氏 只不过印度依照姓氏不同 把人分成不同阶层 最高层的婆罗门 在古代都是些宗教和神职人员 如今这个种姓里 很多人也做了教师 第二层是沙蒂利 在古代 沙蒂利是皇族和战士的姓氏 释迦牟尼就属于这个阶层 现今沙蒂利主要从事国家公职人员 第三层的是费舍 其代表行业就是商业 包括小商贩 印度的首富就来自这个阶层 第四层是守陀罗 主要是手工业者 以及蓝领打工人 在这四层之下 还有一层 叫做不可接触者 也叫达利 从事的工作主要有清扫 以及与尸体有关的工作 在印度有16%的人口都是达利 种姓制度因为是写在名字上面的 不是想随意就能改变的 所以即使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 就废除了种姓制度 但时至今日在广大的印度农村 种姓制度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力 有些高种姓的人 不会和低种姓的人握手 还有些不同种姓的人 生活在同一个村子 却要不惜成本在村里多打一口井 或者多装一条自来水管 就是不想和达利共享生活用品 说这么多就只想告诉大家 别看这两法师穿得像个叫花子 他们可是正宗的高种姓婆罗门法师 应该不会像上次那个冒牌货一样 是个骗子了吧 可以看到他们在地上画了几个圈 里面烧了些香煮纸钱 旁边两个小圈里还摆了个小物件 哼 这是个啥 肥龙兽虎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上次的兽骗经历 大师吼道 你们两个傻貌 不懂别乱说 这个不是水果 重要的事情我只说一遍 谈话中 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后半夜 食人魔也再次出现在了阁楼上 只见大师从火堆里捞出了一些香灰 又给了一瓶神油 让两个小伙拿上了阁楼 可他们在阁楼待了好久 之后就没有动静了 不会出意外了吧 楼下两人立刻就冲了上去 阁楼里 只见两人倒在了地上 口吐白沫 这显然是驱魔不成功 反被附魔了呀 把两人拖回火堆边 法师立马给他们做法 折腾了好一阵 两人才回过神来 法师说这个食人魔 虽然长相可怕 但不属于恶灵 应该不会随便伤人才对 他们之前是不是做过什么 惹恼了食人魔 肥龙兽虎于是想起了 之前砸烂过屋里一间房间的大队 听到他们这么一说 法师现场炼制了一枚法宝 给到了肥龙 肥龙走进去 将其扔进了房间 之后又将房间重新上了一把新锁 法师继续说道 砸烂门锁应该也不是食人魔出现 和伤人的原因 这食人魔应该是在这所房子建造之前 就存在于这片区域了 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事 才会让他一直围绕着这所房子 最后法师来到屋子前面 又做了一轮法师 并且告诉大家 食人魔已经被他封印进了房间 以后只要不打开那扇门 食人魔就不会再出现了 有人好奇地问法师 这个食人魔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法师说 公的 过后很长一段时间 再没有人来找过食人魔 我评论 感谢